哈囉,大家好,我是君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之前有介紹過的一個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一個保養品的品牌 那今天我們特別要來分享的 就是他們家的黑繃帶 俗稱瑕疵救星的黑繃帶 因為我現在就是準備要出門工作 昨天就是女兒生病了 半夜都沒有什麼睡 所以就是皮膚啊 狀況現在就是非常的暗沉 辣黃的狀態 使用赫蓮納的這個乳霜 修復我的皮膚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臉上的狀態 就是蠻辣黃的,蠻不舒服的 他們家的這個是50ml的 然後他們也有出15ml 攜帶型的 然後可以比較方便讓你travel的時候 可以使用 哇塞 這個保養品看起來就非常的高級 貴婦在使用的品牌 赫蓮納他們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他們第一款所推出的 就是這個赫蓮納的經典的乳霜 他們家還有很有名的是 發明第一款的防水睫毛膏 還有呢他們開的是世界上第一件 美容紗 保養品界已經非常歷史 非常非常的悠久 所以呢 百年來的這些研發還有改造 然後讓這些保養品呢 更符合現代人 然後現代女性的需求 我們來開一下 超美的 50ml的這個修復乳霜 OK 然後還有附一個這個勺子 好美 可以看到這個質地 那他們家非常著名的就是這個質地呢 就有一種絲絨的感覺 有點像cream 然後有點像奶油的那種質地 其實我的保養步驟就是化妝水精華液 然後再來就是乳液最後乳霜 那這些我都上好了 那像我晚上的時候呢 也會厚服它 因為這樣隔天起來 皮膚就會非常的水嫩 上妝的時候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現在呢 我就是來快速的做修復 通常都是晚上的時候在使用 但如果皮膚狀況比較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乾淨的用這個 赫蓮娜的修復乳霜做一個修妝 輕輕的把它點在雙眼的下方 不要碰到眼睛 額頭 然後均勻的塗開來 大家可以看到這質地非常的絲滑柔順 那他們家呢 有就是業界裡最高濃度的30%的 普拉斯鏈的成分 可以讓你的皮膚呢 可以在最快速 最有效率的呢 在做修復的效果 我已經均勻的塗在我的臉上 那通常呢 因為起床前的時候 會有一點水腫 眼周比較容易塗腫啊 比較拋的地方呢 然後做按摩 拉提 然後更加的緊緻 更快的鎖住水分 最重要的是它吸收的 非常的快速 乳霜的質地非常的厚 但其實一下子就吸進去了 不會覺得有一種很黏膩的感覺 忽略我的鼻影很重 鼻翼的地方我也會加強一下 臉下的地方都會加強一下 因為這些地方很多穴道 可以幫助你的皮膚的血液循環 滑落起來 嘴腫就消耗得比較快 噗完以後 突然臉就感覺亮了一個色階 沒有那麼的暗沉 怎麼那麼驚人啊 如果你有就是皮膚的比較多問題的 像有時候長痘痘啊 或長粉刺啊 赫蓮娜的這個修護霧霜呢 都可以有幫助你修復 然後剛剛我提到就是 它有業界的30% 最高濃度的這個 普拉絲鏈的這個抗老的成分 減壞你的皮膚的老化 還有就是皮膚上面的細紋啊 法令紋啊 如果你狀態比較不好的時候啊 這個皮膚的泛紅問題 也可以很輕易的解決 因為我住在加州 那加州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乾的地方 因為最近呢 夏天的天氣 是有點陰晴不定 就有些時候很悶熱 有些時候又很乾 然後有些時候太陽又很曬 像這種時候 皮膚呢 就會有很多狀況 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呢 這時候 我都會使用赫蓮娜的這個 修復乳霜 讓我的皮膚可以達到鎮定 不會因為外界的這些傷害 讓我的皮膚有出現任何的問題 我現在是剛在健身房運動完 洗完澡以後去蒸氣房 然後把臉蒸一蒸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臉 現在是呈現一個非常紅潤的狀態 就在這時候呢 我就會 大概沾這樣子的涼 然後呢 因為現在毛孔都張開了嘛 所以呢 我就趕快 敷上去 OK 然後呢 這個時候 因為你的毛孔都張開了 所以呢 可以非常非常的 快速的吸收到皮膚裡面 像我每次蒸完蒸氣房以後 我就會馬上把全身的乳液都擦過一遍 因為這個時候身體的水分是最多的 除了就是會使用在臉部以外 有些時候呢 就是脖子這個地方 因為我脖子呢 本身那個 頸紋是非常的深 雖然是天生的 但是呢 我還是不時的會想要就是保養它 讓它可以紋路淡一點 乾燥所造成的吸紋 讓它的紋路更明顯 所以這時候我用這個 黑繃帶修復乳霜了 就趕快呢 可以趁現在有很多水的時候 然後把它給 塗在裡面 OK 大家好 現在呢 我剛洗完找到了晚上的時間啦 也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黑繃帶修復乳霜 我晚上的時候會總是使用它 泡妝水 再來就是精華液 然後呢 赫蓮娜的黑繃帶修復乳霜 那晚上的時候 如果皮膚狀態比較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後敷的方式 那後敷的方式呢 就是比平時呢 就是再厚一點 然後讓你的皮膚在晚間休息的時候 可以用修復的功能 首先呢 它可以非常的鎖水 肌膚就會變得比較滋潤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想要老的話 就是皮膚要有水分 不能乾燥 皮膚不乾燥就不會產生皺紋 那皮膚就會變得更加的細緻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輕輕的就是這樣子 塗在皮膚上面呢 然後把它輕輕的抹開 並沒有就是讓它太 推得太開 因為呢 我希望它有一點點厚度 然後可以讓我的皮膚整個晚上都可以做到修復的效果 就有點像面膜的感覺 譬如說你如果打完雷射做完衣美的時候 乳霜就非常的適合拿來做修復啊 敷完了以後就不會再把它推開來 然後就是呈現一個就是有一點點像是晚安面膜的感覺 赫蓮娜的這個黑繃帶主打的十種就是問題時刻 才是要十大的修護力 畢竟要35了今年 真的要好好保養一下自己 好 我們最後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呢 HR赫蓮娜的這個黑繃帶修護乳霜呢 是值得大家購入的 你使用過以後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它對於皮膚上面的保護還有滋潤 我很喜歡的就是它的質地 因為它的質地是非常絲滑綿密 但是呢又不會厚重 然後讓你的皮膚又悶悶熱熱的感覺 而是非常的輕盈 而且非常快的能夠吸收進去 還有它的成分呢 是業界裡面就是最高濃度的 30%的不拉斯煉的抗毛成分 你在緊急的時候使用呢 可以快速的看到效果 我覺得這幾點是我覺得它非常值得供應的原因 那喜歡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資訊來來搜尋他們的活動資訊 那有任何問題呢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你有使用他們家的產品 想要跟我分享說到底有多好用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子的經驗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也千萬不要忘記 記得要訂閱君老師的頻道 就是給我最大的支持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再見